台北市每年开立约5000万张停车单 约有263万张与其未缴 因此台北市停管处推广车主向各金融机构 及电信约定代扣缴停车费 避免民众因停车费与其未缴而收到300元罚单 首先就是停车代扣缴的部分 就是说民众只要透过金融机构或者是电信业者 去申请这个停车费代扣缴的话 那就是在停完车之后 那收到缴费单 那在缴费期限内 就是由这个代扣缴的机关 去直接扣缴这个停车费 那民众就不用再持这个单去缴费 那这是它的好处 就是不怕说这个停车费没有缴 造成后面的一个加收公本费 以及罚单的一个部分 目前大概是21%左右会有代扣缴的比例 尚未申请代扣的车主 停管处也推出三措施 来提醒民众缴交停车费 因为停车费如果没有缴 后续可能会有这个平性吹缴 挂号吹缴以及后面罚单的一个产生的一个部分 那针对这个阶段呢 我们在平性吹缴的阶段呢 如果说您是这个台北通金职会员 就是说有去做一些相关认证的金职会员 那我们就会主动在这个平性吹缴的时候呢 顺便在台北通上面去推播这个停车费欠缴的一个通知 那提醒民众赶快去缴交停车费 那如果说还是在平吹阶段没有缴的话 那在挂吹阶段 我们针对300元以上的话 我们会去就是在车上去张贴这个欠费通知 那也是来提醒这个车主就是尽快去缴交这个停车费 那避免后面产生这个300元的罚单 停管处表示停车费与其未缴 吹缴后需加收15或50元公本费 与其再不缴纳者除了除以300元罚还 甚至会移送行政执行署强制执行 呼吁车主申请代扣缴服务 就不用担心望缴停车费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